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江山是打出来的 伟大是熬出来的 事业是干出来的 干部是逼出来的 一套历经检验的系统方法 教你逼出干部的能力 逼出干部的素养 逼干部和企业一起成长 干部是逼出来的 2011最震撼的企业扩张宝典 闲言讲座 年度立作 近期精彩播出 敬请关注 好 继续我们的话题 我们不但要逼我们的干部 也要逼我们的干部去逼他们的下属 让他们去成长 很多人为什么不敢去逼他的下属 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很多人很害怕 特别很多干部为什么不敢逼下属 因为他怕下属怎么样 不满 首先第一个是怕下属有意见 对不对 你逼我这么严 我很不满意 我不开心 不舒服 其实各位 是因为我们的干部 观念上还没有突破 管理 请各位注意 管理不是民主投票 管理不是让所有人怎么样 满意 管理的目的是让大家干出什么 结果来 所以一个干部一定要认清自己的角色 谁是你的上级 你为谁来服务的 所以干部一定要看清楚 我们干部的第一服务对象是谁 是你的上级 你是为上级来做服务的 所以如何让大家达成目标 如何让你的下属突破 发挥能力 并且达成目标 这才是我们干部最重要的角色 所以干部不是追求员工满意 大家舒服的 干部的最重要是要让大家拿到什么 结果的 所以你要想拿到结果 只有大胆的怎么样 去逼 你的下属 我过去也是一个不太有上进心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在做一个在企业里做干部 然后我觉得 哎呀 做干部嘛 工作好就行了 何必要往上走呢 何必一定要往上有追求呢 何必一定要去往上提升呢 结果后来的话呢 我带了几个人啊 都要离开我的团队 好 离开我们的部门 后来我就很奇怪 我就找他问 我说干得好好的 你为什么你们要调走呢 为什么要到别的地方去呢 我哪里对你们不好呢 他说 你不是对我们不好 但是的话呢 你对我们要求怎么样 太松了 他说你从来就没有要求我一定要做冠军 你从来就没有要求我们一定要突破 我说那做冠军多辛苦啊 我说你何必呢 为什么你想做你做 但是我觉得逼你 我于心不忍嘛 他说没有 他说其实呢 我们希望怎么样 你逼我一下 然后我才能怎么样 有时候我自己也会觉得怎么样 很累 我自己也会觉得有时候想退回来 那你有时候我需要有人在背后怎么样 鼓励我一下 有人在背后踢我一下 而且说你如果不往上走 我们会看不到什么 他当时要求你一定要往上走 你一定要逼自己往前走 我说为什么 我说为什么一定要去往上提升呢 我一定要当主管吗 他说你不往上走 我们的出路怎么样 在哪里 我们的出路在哪里 你都不能往前走 那我们跟着你就没有什么 希望了 所以各位 从那以后 我深切地明白一个道理 人们可能会同情弱者 但人们只会追随强者 人们会同情弱者 但他最终会追随强者 所以干部要逼你的员工 逼他去突破 逼他往前走 自己也要往前走 所以这是干部 一定要大胆地去逼 因为你只有逼他 才是对他成长最大的负责任 你只有去逼他 他才能够去突破 因为的话呢 在我们的这个管理当中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好的未来 可是我们也知道 一个人他能不能得到提升 一个人能不能有好的收入 在企业里面 最关键的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他为企业创造的什么 价值 那他的价值要创造出来 那只有你在背后逼他一把 所以好的管理干部 一定要敢于逼你的下属 所以的话呢 在我接受了教训之后啊 那后面的话呢 我在管理当中 我就开始大胆地去要求 那甚至的话呢 你看我会 这一些优秀的干部 我会让他们鼓励他们 我说你们去买房子 去买车子 为什么 他说我买房子 我会贷款 买车子 我这个会 资金压力会怎么样 很大 我说你大胆去做 因为有压力 才会有什么 有动力 你才会努力去怎么样 奋斗的 曾经有一个非常优秀的 钢琴教师 那这个老师的话呢 教了一批优秀学生 教得很好 那大家都很奇怪 后来我认识他 我问他 我说你这个成功的秘诀 是什么 他说很简单 所有来的学生 一开始来报名的时候 我就会给他们一个要求 要他们买最贵的乐器 买最贵的乐器 那有些人受不了就怎么样 不买了 但是有些人就怎么样 想学的就怎么样 买了 我说为什么要买最贵的乐器 但是小孩子练琴一定要这么好吗 他说他只有买了最贵的乐器以后 他才会怎么样 坚持下来 他才会认真坚持 才会认真学习 所以他买完以后 我去赞美他 我去鼓励他 然后他们会很认真的去学 学得越好 赞美越多 他们就会形成一种正向的循环 所以的话呢 有时候啊 你要大胆就去逼你的干部 让他们去逼他的员工 当然我知道 逼别人是很痛苦的 其实管理当中 最大的挑战和压力 不是在员工身上 而是在管理者身上 在干部身上 在领导身上 比如说 你看像体校一样的 在体校里面 这个比如说 这个运动员 在体校里面 每天在进行训练 比如说某一天上午 有没有可能 教练跑过来 起床了 跑步 这人一看 外面下那么大雨 跟教练说 教练啊 要不今天咱们就怎么样 别这个了 休息一天吧 明天一定跑 下不为例 或者是跟他讲 今天教练 星期天 咱们就休一天吧 然后明天绝对会跑 下不为例 你说这位运动员 各位 这位个小孩子 提出这个要求 难不难 不难 但是各位 教练能不能答应 不能 如果答应了 就不会有后面的冠军出来 所以各位 管理是残酷的爱 管理是残酷的爱 你要真正的爱你的干部 一定要大胆去逼他 其实的话呢 很多人担心 我逼他会不会逼跑了 其实各位 逼跑了 我是这样告诉我的干部的 你宁可把那个人逼跑 也总比怎么样 放着他墙 他是人才 他自然就会怎么样 逼起来的 他如果不是人才 通过逼他出来 让他早点发现 你也省得浪费什么 时间浪费资源 所以对那些落后者的重容 是对优秀者最大的残忍 对落后者的重容 是对优秀者最大的残忍 所以越是人才 越需要逼 越是人才 越需要严格要求 就像猎马一样的 真正的猎马 越是猎马 越需要怎么样 驯服 越需要好的骑手 去驯服他 就像李云龙一样的 在亮剑里面 李云龙是个 优秀的人才 对不对 但是他也是被 关禁闭关的怎么样 最多的 他是人才 要关他几次 才把他怎么样 驯服出来 才让他真正的发挥 所以大家大胆的去逼他 人才都是有个性的 人才都有一些 可能也许都有一些 怪异的这个习惯 没关系 通过大胆的逼他 逼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才 让他再上一个台阶 所以各位 事实上 你要让一个人 苦口婆心的 去让你成长 让一个人苦口婆心的 去逼你成长 下狠心去逼你成长 其实各位 背后是有大爱的 人很难去逼别人 每个人都希望 跟人和和气气 每个人都希望 世界这个大同 但是的话呢 你逼真正的 你要想对他好 一定要大胆的去逼他 其实对一个人才来说 最怕的不是承担压力 最怕的不是被逼 对一个人才来说 最可怕的是什么 冷漠 是不给我任何考验 是把我当作一个平庸人 没有任何的要求 其实这是对他的一个边缘化 所以各位 我们一定要大胆的去逼我们的干部 这背后是一份爱 大胆 大爱 因为只有父母才愿意去打自己的什么 孩子 父母为什么会打孩子 是因为你真的是怎么样 爱他的 打他是为了让他成长 所以 当然我认为 你要逼他 出发点一定要很清晰 我的出发点是 真正是出于对他的一份什么 爱护 出发点是真正对他的成长 我们逼他不是说 故意要打击他 也不是说故意要 一定要说服他 而是真正的 对他的尊重 对他成长 负责任 所以呢 在逼干部的过程当中 有两个误区要注意避免 第一个呢 不要为了逼而逼他 就是好像没事就要逼他 不是的 你逼他一定是因为 要让他去怎么样 成长 所以你逼他 一定要让他感受到 你背后对他是有一份什么 爱的 有感情的 所以这样你怎么逼他都怎么样 逼不走 你这怎么逼他都不会走 所以的话呢 不是打击他 不是那个 而是真正的 去让他找到力量 通过逼他 让他突破 给他找到信心 给他找到能量 让他大胆的去施展自己 另外一个的话呢 当我们在逼我们的干部的过程当中啊 你大胆去做 没关系 因为也许那一刻他不太怎么样 理解你 他会有反弹 但是没关系 大胆去逼 当他成功以后 他会来怎么样 他会感激你的 其实如果他是一个人才的话 他通过逼他 他就可以展示 他可以建功立业 他可以快速的成长 如果他不是人才 你去逼他 你会早点发现 可以及时的去调整 如果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你逼了他 他会值得是培养的 他懂得感恩 你是值得培养的 如果是一个不懂感恩的人呢 你逼了他 他会对你有意见的话 他对你有怨恨的话 你也没必要去怎么样 在他身上浪费什么 时间 花费心思 如果一个人抗压能力很强的话 你一逼他 他就能脱颖而出 如果一个人抗压能力不行的话 你逼他 他就立刻怎么样 立刻压下去了 那这样的人的话呢 其实也没有必要 花大力气去培养 所以逼他 可以让他真有本事的人 是不怕逼的 真正有本事的人 一逼就会逼出来了 所以各位 在管理当中 各位大胆地去逼 有一句话说的 烧不死的是凤凰 打不死的是神仙 坚韧是转折的开始 所以你的干部也是一样的 打不垮 吹不回的 他就会成长 训练他的坚韧的能力 事实上呢 说实话 不单是我们领导在逼 在非洲的大草原上面 每天太阳升起的时候 羚羊一醒过来 就开始怎么样 奔跑 那狮子一醒过来 也开始怎么样 奔跑 因为他们都很清楚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不奔跑的话 随时随地都会怎么样 死掉 都会被敌人干掉的 所以这是一个自然法则 这是一个自然法则 今天不是我们领导要逼你 而是社会怎么样 在逼 是形势在逼 是我们的竞争对手 怎么样 在逼你 做企业 做在商业社会里面 这个东西就商业竞争 就像溺水行舟 不进怎么样 折退 你停在原地 别人才前进 你就是在怎么样 后退 所以各位 你爱你的干部吗 如果你爱他 你就大胆地去逼他成长 你如果想提拔你的干部 那你就要逼他 把成绩给逼出来 如果你想让他突破 让他能够独当一面的话 那就大胆去逼他 逼他学会承担责任 如果你对你的干部的未来负责任的话 你一定要大胆地逼他 因为严格是卓越的开始 你要想有一批卓越的干部 一定要严格逼他 那么很多人也在问 我们要逼干部 我们也想逼他 那么应该怎么来逼呢 逼干部 我们怎么逼才是最有效果的 怎么逼才是合理的 怎么逼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呢 才能让他成长呢 逼干部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榜样 人的学习都是通过模仿榜样而来的 所以呢 一步一步的成长与挑战 都是来自于榜样的影响和力量 所以学会给你的这个干部 树立榜样 树立榜样 让他像榜样怎么样 学习 让他像榜样看齐 所以的话呢 当他有了榜样 他就有了什么 目标 有了目标 他就能前进 所以我经常跟干部讲 目标刻在钢板上 方法写在沙滩上 方法可以换 但是目标怎么样 不能动 所以设定目标 给他一个榜样 让他造 这就是可以做到的 美国有一个橄榄球明星 叫辛普森 他小的时候 患小儿麻痹症 但是他当时的话呢 看了一场这个橄榄球的比赛 然后他就特别崇拜 其中一个当时的明星 他就给自己下了一个目标 后来的话呢 他跑去找这个明星 找到以后啊 他就跟这个明星说 总有一天我会超越你的 给自己下了一个目标 所以的话呢 让他有了足够的动力 不断的努力 他以他为目标 最终他能成为 美国最优秀的橄榄球运动员 所以目标非常的重要 你一定要给他设定一个目标 第二个 你要逼干部的 要给他自己监督 寻找外部监督的力量 那曾经的话呢 有一个干部 他说我要戒烟 结果老是怎么样 戒不掉 我说这样 给你一个方法 他怎么办呢 在开会的时候 我把他拖上台上 然后我当着全公司所有人的面 我就让他宣布 他跟所有人说 从今天开始我要怎么样 戒烟 现在 从这一刻开始 以后 谁见到我抽烟 我就给谁 五十块钱 然后我在旁边说 对 我来监督 如果他不给 我双倍的帮你们罚 哇 大家就怎么样 高兴了 你知道吧 一下来以后啊 你知道所有人 刚刚开始啊 这些人挺坏的 你知道吧 故意拿烟来怎么样 逗他 来诱惑他 但是呢 他在想 五十块 五十块 然后呢 坚持下来了 就是这样一种强大的监督的压力 最后呢 成功的把烟怎么样 给戒掉了 他已经是抽了十几年了 一直没戒掉 但是那一刻 就是我给他做了一个这样一个公众的监督的环境 所有人来监督他 他就能够做到了 所以一开始可能不习惯 但是呢 可能他觉得这些人挺坏的 但是当他戒烟成功之后 他会知道 其实正是因为这些人不断地去挑战磨练他 他才能有这样的什么 意志力才能练出来 第三个 竞争 动物为什么能够发展 能够进化 是因为动物是有什么 天敌的 有天敌的 在自然界的竞争当中 一个动物在与天敌的竞争当中 得到进化 得到成长 得到发展 动物园里面的老虎为什么会失去野性 就是因为长时间没有天敌以后 会被 野性会被弱化掉的 他们就不具备社会的生存能力了 所以 在 我们的这个 BGAP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给他设立一个 竞争对手 甚至可以给他设立一个假想敌 给他树立一个竞争对手 让他在内部进行竞争 甚至在外部也可以进行怎么样 竞争 可以内部竞争 也可以外部竞争 找到竞争对手 这样的话呢 把自己逼起来 所以在我们的团队当中 有一句口号很流行 叫找个对手 把自己逼成高手 所以一个人要学习 找谁来竞争 找对手 找什么样的对手 比你怎么样 厉害的对手 你要下席 要跟什么 高手学 你的成长会怎么样 最快 所以你对手的水平 决定了你的水平 所以你要让你的干部 选择比他更优秀的对手 来去PK 去竞争 正是因为有的这样的对手 才能让你保持清醒 才能让你不断地超越 当然 这种竞争 你的对手的形式 是多种多样的 有可能 它是正面的一种形象 但是很多时候 你的敌人 你的竞争对手 可能会用各种方式 来刺激你 他可能会挖苦你 他可能会讽刺你 他可能会打击你 等等等等 但是 当你能承受住的时候 当你能超越他的时候 你就能成功了 所以 你的竞争对手 才是对你了解最多的人 所以你想取得大的成就 你想让干部有大的飞跃 给他寻找强大的竞争对手 让他在竞争中去突破 竞争中去成长 第四个 给他足够的训练 在部队呢 有一句口号 训练场上多流汗 战场上面怎么样 少流血 如果你不希望你的战士呢 在战场上面大量牺牲的话 在训练的过程当中 就要给他们严格的什么 要求 你看特种部队是怎么出来的 不是说这些人特别特别的 天生就很厉害 而是特种部队能成为特种部队 马家军为什么能成功当年 是因为马家军平均下来 每天跑一个马拉松的距离 就是这样练出来的 逼出来的 所以看似无情却有情 给你的干部更强大的训练 像每一个成功的人 都是经过反复的训练出来的 有一个原理叫一万小时原理 什么意思呢 就一个人如果想在一个领域里面 取得卓越的成绩 想拖延而出 他大概要经历一万小时的训练 他就可以实现量变到什么 自变的突破和飞跃 全世界所有优秀人士 包括比尔盖茨等等都是一样 曾经有个小孩就问朗朗 我想像你一样成为钢琴大师 可不可以 朗朗说当然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能像我一样 从四岁开始 每天弹琴 弹八个小时 所以就是这样练出来的 所以训练你的干部 当然不是说什么都练 你要有重点 一个阶段训练一个重点 你想他突破什么 你就逼他去练什么 比如说害怕见到陌生人 你就逼他 他害怕上台演讲 就逼他这段时间就练演讲 他不习惯于赞美别人 你就逼他天天怎么样 赞美别人 这种领导妹的训练过程 所以我们有要求的 要求干部 每天去表扬一个下属 每天必须表扬一次 开始可能就好像很不好意思 但是做多了就怎么样 自然了 做多了就是真实的了 所以逼他去练习突破 看他能力弱在哪里 就逼他在这个方面 越是害怕的 你就越要怎么样 做他 越是害怕的 你越要突破他 这才是最大的成长 另外一个 要给你的干部 锻炼的机会 在部队里面 要想提拔一个干部的时候 往往会给他一些 最极难显重的任务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给他这样的任务 一方面可以对他进行一个什么 考练 磨练 让他历练成长 历练成熟 去见过大场面 另外一方面就是要让他怎么样 建功 立业 因为在这样的艰难环境当中 很容易就能出什么 出成绩 所以让他建功立业 这样呢 以后利于他的什么 提拔和提升 所以你看当年这个 在这个智慧反击战的时候 中越智慧反击战的时候 那我们的部队呢 就把全中国所有的部队 基本上都拿去怎么样 叫轮战 轮流参加战斗 这就是在给这些部队和干部 进行怎么样 锻炼的机会 让你参加真实的战斗 去见识一下这种战斗的场面 去感受一下这种机会 同时通过战斗去获立功 受奖 那以后的话呢 所以到现在后来 整个干部后来的几十年的 这个军队里面的核心骨干 都是从当年参加过 智慧反击战的这群人当中 怎么样 选拔和提拔起来的 那我们国家领导人也是一样的 都是经历过一些历练的 在这个各个地方 艰难显重的地方进行历练 通过这样的锻炼 给他一些艰难的地方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也可以给他不断的去调整 给他进行轮岗 给他多一些岗位去适应 其实一个干部 要有很强大的适应能力的 所以你要想提拔一个干部的时候 你要想让他真正的 这个成长的时候 我们领导可以让你的干部 多折腾一下 不同的换一些岗位 换一些这个轮岗 给他进行一些锻炼 因为在这个锻炼的过程当中 去训练他的适应变化的能力 去锻炼他这种 应对各种复杂环境能力 增长他的阅历和见识 所以当一个干部 你发现你被这样来调动的时候 去拿到最差的任务 或者拿到最难的地方的时候 你应该很清楚一件事情 这是领导对你在进行怎么样 考验的机会 所以你看就像长征一样的 长征的干部都是经过怎么样 革命考验的 凡是走过长征的干部 在未来他都是能承担什么 大任务的 所以当你要给干部 大的任务的时候 一定要大胆的去给他怎么样 锻炼的机会 最艰难的任务去锻炼他 其实这样说明你的上级是怎么样 在乎你的培养你 另外一个逼完以后呢 当然你还要学会给他 及时的肯定赞美和表扬 当他立功以后 当他做到成绩以后 当你逼他一个任务之后 你要给他及时的肯定 让他再上一个台阶 另外一个的话呢 在组织结构上还要进行一些调整 用组织结构来去逼他成长 很多干部啊 习惯于等靠药 为什么 因为有些这个从心理上 他还在依赖上级 所以呢在管理架构上 你要大胆的放手 在一些岗位上 大胆的把人放上去用 用出来 这样的话呢 给他一些机会 让他去练 这是在组织结构上 一定要把干部放出来 这样的话呢 他在这个 他才能有机会 独当一面 然后呢 他心理上他才会断掉 另外一个的话呢 你要想逼你的干部成长 在组织结构上 还有一个作用 还有一个做法就是什么呢 要给你的干部要配什么 副手 一定要配后备干部系统 让你的人才 源源不断的怎么样 产生出来 同时这个副手呢 也会给你的干部一个什么 这些后备干部 也会给现任的干部 一个巨大的什么 压力 逼他去成长 所以的话呢 而且的话呢 很多人担心这个 这样做才人才会不会有问题 其实没有 你这些人啊 逼起来以后 你把他调走 下面的人又怎么样 又出来了 所以各位 你大胆去逼 当他成长以后 下面的人还会继续成长的 所以一个优秀的组织啊 他会不断的提高成员的能力 但是又不会为 因为任何人的离开 而受到重创 一个优秀的干部 也会不断的提高 自己的不可替代性 同时又不会把他作为 与组织谈判的筹码 那就是我们在 要想实现这样一个结构 就是我们在组织结构上 设计要让他形成一套 干部不断成长的一套系统 源源不断地去成长 所以我们想起来 有优秀的人才 你一定要注意 成功吸引成功 民工吸引民工 优秀人才都是被怎么样 吸引过来的 高手喜欢和高手过招 所以你想吸引优秀的人才 就要让你的企业内部 有一个产生优秀人才的什么 系统和机制 另外一个的话 在组织培养当中 一定要学会的 在组织结构上 要大胆地从基层去提拔 干部大胆地从基层去提拔 逼你的员工 把他逼起来 这叫组织的地气 一个组织 要想有生命力 就要形成一个体系 源源不断地 从基层员工当中 让优秀的人拖延而出 不断地提拔 这些基层员工 让他们形成一个成长的机会 所以的话 像国家考公务员也是一样的 现在国家招聘公务员 都要求有基层的工作经验 只有这样 组织才有生命力 才能接上地气 才有活力 好 继续我们的话题 另外一个的话 是从考核标准上 去逼你的干部 干部的考核 过去的话 大家都是一般对干部的考核 是他以他实际的什么 结果和成绩为标准 对不对 好 那问各位一个问题 比如说 有一个市场 这个市场的话 比如说以前我们曾经 有一个企业 它是东莞市场做得非常好 一年两个多亿的销量 然后的话 它东北市场刚刚开始起步 一年只做了不到两千万 然后每次凭各种销售经理 所有的冠军一定是什么 东莞 因为它没有那个市场 比东莞市场大 那为什么东莞市场做那么好呢 是因为这是当初老总怎么样 起家的地方 而且这个经销商还是老总的什么 表弟 那个市场是做得最好的一个市场 那么请问各位 请问在这个企业里面 这个东莞地区的经理 一定是最优秀的吗 不一定 但是它业绩反而是什么呀 最高的呀 所以这背后反映什么 我们企业内部干部的评价标准的问题 所以一个干部的评价标准 不是以它现有业绩为标准 一个干部的能力的体现 来自于增长的部分 真正对干部最有效考的是 你带来的增长与改变 这才是你的能力部分 比如说东莞一年做两个亿 你来了以后 如果还是做两个亿 说明你有没有给这个组织带来贡献 没有 你的能力要体现在 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怎么样 增加的部分 东北市场可能原来是个零 现在做了将近两千万 这个是增加的部分 那有人说东北市场太成熟了 不能提升不好做怎么样 那但是它基础怎么样 大呀 你只要增长百分之十 两个亿增长百分之十也是多少 两千万呀 人家要翻一倍才能做两千万 所以带来改变才是最大的价 所以的话呢 这一个干部的考核评价 我们不要以这个总量为标准 而是以什么 带来的增长和改变的标准 所以你是东北市场经历 你上任之后 从两个亿变成两千 二点二个亿 增长百分之十 增长两千万 这多出来的两千万 就是你的什么 贡献 那你是那边是 东北市场是个零 然后你把它从零做到两千万 这多出来两千万 依然是你的什么 贡献 那这是能力的评价 所以你看 期权基地是一个典型的 叫增量的文章 增量的部分的奖励 所以我们对于经理人的考核指标里面 一定要改变这个观念 一定是从增长的部分怎么样 拿收入 增长的部分拿成绩 而不是看过去的部分 所以很多企业呢 空降兵也是 为什么空降兵融入不了 那也是这样一个原因 所以在一个企业里面 如何新老融合 其实关键点就在这里 你看就像一个企业一样的 这里有一个是增量的 存量的部分 就是以前元老 打江山已经打下来的这部分 比如说我们这群老员工 已经把公司做到三个亿一年了 这是历史的功劳 对不对 好 今天你作为一个干部 你空降进来了 你来接手 那么这三个亿跟你是怎么样 没关系的 这是历史打下来的什么 江山 好了 你来以后 在这个基础上 你能增加多少 这是你的什么 能力 你的收入从哪里分 从增长的部分里面怎么样 来分 那同时的话呢 你要跟老员工讲清楚 你看对老员工来说 我们的能力就做到三个亿了 今天没有人 他们没有高手进来 我们就是怎么样 上不去了 那他来了以后 虽然他分掉一部分 但是也我们的这一部分 也会水涨怎么样 船高 所以你看 增量存量这样的方式 就可以化解空降兵 与老员工之间的什么 矛盾 要把它分清楚 所以从考核方式和考核指标上进行改变 逼你的干部 不要停留在历史的什么 功劳部上 逼他不断的去怎么样 创造 改变 当然有些人说 我们不是业务部门呢 也一样的 改变来自于三种方面 一个是增加收入 一个是可以降低什么 成本 比如说你来了 你收入可能没有增加 但是你把费用怎么样 降低了 节约出来的 那也是你的什么 本事 也是你的改变 还有一种是提高效率 就三个方面 增加收入 降低成本 或者提高效率 都是你带来的改变 总之 你要逼你的干部 一个关键是 不要停留在历史 一定是带来什么 改变 这叫考核方式的调整 那么作为一个干部呢 他经常也会思考一个问题 说实话 各位 请问各位 人喜不喜欢被逼 没有人喜欢被别人逼 对不对 那么 如何不被逼呢 如何不被逼呢 对 最关键的是什么 自己逼自己 史玉柱 当年为了研发汉坎 在最后攻关的时候 带上他的一个伙伴 两个人 买了20箱方便面 把自己关到那个机房里面 反手起来 150天以后 才走错 研发了他的第一弹产品 所以各位 人哪 有时候要对自己怎么样 狠一点 你逼自己一把 你就可以出来了 所以的话呢 对自己的慈悲 其实是对失败的纵容 有些人下不了手 结果你就没有办法突破 另外一个不被逼的关键是 一定要主动 人为什么有压力 压力来自于什么 被动 被动 你跑在人家后面 你就会有压力 你这个落在别人后面 你就会有压力 因为你是被动的 那什么时候没有压力呢 主动走在前面 压力就是别人的 哪怕小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我记得当年读小学的时候 每次考完试到 放假中间会有几天 老师要怎么样 改卷 那几天呢 所有人的小朋友都在那里玩 然后呢 我当时呢就跑去找老师 我跟老师讲 老师啊 要不这样 你先把暑假作业怎么样 发给我 我先做了 老师一看 还有这么好的学生 提前发给你了 那几天呢 他们都在旁边玩 我一个人在那里怎么样 拼命写作业 好 等老师宣布放假的时候 当所有人拿到作业的时候 刚领到作业的时候 我已经把作业怎么样 全部写完 你知道吧 那个暑假 那过得是怎么样 太愉快 太轻松了 特别是有时候跟小朋友在一起 玩得最高兴的时候 我看着别人太高兴 我突然冒一句话 你作业做完没有 你看那个人立刻就怎么样 立刻就委呈 这个没有兴致了 所以各位 被动是人生痛苦的根源 主动是领先的开始 所以任何事情走在前面 所以我们说干部要有计划性 一天之际在于 那我跟他们说 不是在于晨 一天之际在于昨夜 头一天晚上 你就要把第二天的计划和安排 全部怎么样 做好了 主动 这叫主动 另外一个如何不被逼呢 就学会管好自己 柳传志有一次带领一个考察团 全是企业家 考察团访问欧洲 那很多人呢 如果有旅游团经验的人都感觉 每次旅游团出去都要怎么样 总有人怎么样 掉队 大家要等 后来柳传志就给他们立了一个规矩 说这样 这次出去考察 我们时间很紧凑 谁约定时间回来 谁迟到 我们一天怎么样 不跟他说话 就跟他们提了个要求 后来的话呢 真的有一个柳传成员 有一次真的就迟到了 结果后来呢 旁边就发现 那一天柳传志 真的一句话都不跟他讲 所以有时候 你要想不被逼 最重要的 作为领导者 要有一种能力 叫管理谁啊 管理好自己 所以各位 古代的时候考验一个人 考验一个干部有三种场合 第一个是酒厂 看你在酒厂喝酒的时候 能不能控制自己 第二个在赌场 在内容环境能不能控制 第三个是风月场 他是在考验一个人的什么 自治能力 所以自治是强者的本质 如果你不想被别人逼 那你就怎么样 自己管好自己 一个人为什么会被别人来管理 是因为什么 你管不好自己 所以别人才会来管理 所以的话呢 主动自己逼自己 所以的话呢 自己来管理好自己 这样的话呢 你就会成长 人生啊 没有人为你的成功负责任 除了你自己 所以的话呢 这是我们的要求 另外一个 如何不被逼 那就主动学习 特别是跟你的上级学习 一个人能成为你的上级 他一定有什么 优点 你看很多干部经常抱怨 说我们的领导 这不好那不好 有这个毛病 那个毛病 有没有 那其实呢 我会告诉这些干部 上级有不足 才是你的什么 机会 一个人比你成功 一定有优点 你要学会去学习别人的什么 优点 学会补卫 一个人有不足的地方 抱怨能不能解决问题 解决不了 聪明的干部 一定学会主动怎么样 补卫 补到离不开你为止 所以 这个不足的地方 正是你能力发挥 就像一个 就像一个前锋一样的 对一个前锋来说 他最需要的是一个什么 后卫 对不对 他不需要另一个 和他一样的人来 跟他一起那个 抢球嘛 他更需要有人来帮他弥补 所以我们的干部 也是一样的 要学会主动学习 主动补卫 另外一个就是超越 不断地超越自己 超越过去 超越别人 这是一种企业家的心态 其实最重要的真的 不是你是不是企业家 就是你具不具备 企业家的心态 这才是一个人成长 最重要的部分 所以如何不被逼 那就是自己怎么样 逼自己 自己管好自己 自己主动领先 主动走在前面 这样压力都会在谁身上 都会在别人身上 这才是最关键的 所以一个人的成长 各位回过来看 你会发现 每个人成长啊 在背后都曾经有人怎么样 逼你一把 你才能去突破的 有一个作家刘庸 曾经说过 说逼这个字很简单 你拆开来看 它就是一口甜 每个人都有一口甜 当你在这个甜上面 加一只脚的时候 就会怎么样 就会走起来 就有人逼你 你就可以跟着走 当你走了以后呢 你这一口甜 就会有房子 有收获 在上面加一个房子 它就变成什么 富 你就是有钱人 你就是成功的人 当然 如果你再逼着 逼到自己 逼到上帝感动为止的话 这个时候 当你不断地逼自己 不断地突破的时候 连神仙都被感动了 神仙也会来保佑你 那神仙陪在你旁边 这个就变成一个什么 福 你就是有福之人 所以你想富贵 想有福 都从哪里开始 从逼开始 所以当我们能理解 这个以后 各位 我们来看 上级逼你越紧 你其实的话呢 就能多做一些事情 生活逼你越紧 你就急着要去改变 你自己逼自己逼的越紧 你将会有大作为 B就意味着 对你来说 是一个重生 所以的话呢 就像鹰一样的 一只老鹰 如何重生 老鹰在四十岁的时候 在生命的晚年的时候 有一些老鹰 叫金利伦蜕变 他们会每天去 撞那个悬崖 每天去撞那个悬崖 把自己的嘴 把自己的爪子 全部怎么样 撞掉 把皮全部撞掉 把毛全部撞掉 这是一个非常怎么样 痛苦血淋淋的过程 但是一旦他 经过了这个过程之后 他将获得新一轮的生命 他就可以活到七十年 又是一轮新的生命 所以 当你去逼的时候 你会知道 一个人的重生 一个人的突破 一定来自于 有人在逼你 所以当你的上级 在逼你的时候 你一定要觉得 永远怎么样 感谢他 因为你知道 如果你的上级 还在逼你的话 就意味着一件事情 至少他证明 他还是怎么样 爱你的 他看得起你 证明你还是怎么样 有前途的 所以你每一个人 每一个干部 我们要学会去 感谢那些逼你的人 感谢那些逼你的领导 因为是领导 提供了这样一个舞台 其实对一个千里马来说 最需要的就是什么 赛场 最需要的就是舞台 当你的领导 为你搭建了 这样一个平台的时候 无数人来为你 成就你的时候 你应该感激 因为 甚至因为他们 默默地付出 正因为他们的努力 才给你一个施展的空间 才能给你一个舞台 让你快速地怎么样 展现你的光芒 迅速地去成功 一个人 可以走得很快 但是 一支团队 才能走得更远 一个人要想成就自我 他要学会在一个团队当中 完成自己的永生 所以今天我们要去 永远 心怀感恩 感激那些 曾经在你的背后 逼过你的人 因为有他们的支持 你才会去成长 所以有一句话说的 名师出高途 其实这句话是不完整的 真正而言 真正能出高途 不是名师 而是什么 严师才能出高途 敢逼你的人 才是真正爱你的人 我记得 我刚刚 读完初中的时候 那个时候啊 我成绩一般 然后那个年代呢 最流行的事情 读完初中去干什么 考中专 去读中专 然后早点出来怎么样 工作 后来的话呢 我也是一样的 找了一个中专去读 结果零开学两天的时候 我妈妈突然下定决心 妈妈告诉我 说不行 你一定要去读高中 一定要考大学 我说不一定能考得上 都考不上也要怎么样 也要去考 一定要读书 我当时急不情愿 我说又读又怎么样 又三年 其实当时家里人也很反对 为什么 一说你又要读三年 万一读不上去又怎么样 浪费了 而且早点读书 还能早点出来怎么样 工作万一考上了 还得怎么样 还要养你几年 然后你才能出来工作 所以当时顶着很大的压力 因为我们家境也不是太好 然后的话呢 当时我妈妈就是下令一个决心 她一个人坚持己见 然后逼着我 我当时的话是急不情愿的 但是没办法 所以后来逼我去读了高中 然后后来又考了大学 读大学的时候也是很艰难的 最痛苦的时候 我记得过暑假的时候 都不敢回家 因为想节约点路费 我记得过暑假的时候 我们几个人在宿舍里面 几个人就煮了一碗面 为了省钱 就煮了一碗面 然后的话呢 只放了一个西红柿 本来说下去买个鸡蛋 后来想想还是省下来了吧 一天就吃一碗面 然后加了一个西红柿而已 就是这样子在奋斗 后来呢 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下定决心 带了两百块钱 我就传广州去了 因为为什么要传广州 因为我知道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读大学的过程当中 很多人都有很多压力 我妈妈在背后支持我 她一个人在支持我 所以我当时非常非常的 所以我当时就想 我人生一定要奋斗 我人生一定要奋斗 带了两百块钱 我就传广州了 到广州的时候 当时很多人觉得 你留在 为我在内地读大学 说你留在内地找个工作 其实也不错吧 我说不行 我一定要有更大的成就 他们说为什么 为什么 各位人为什么要奋斗 人为什么一定要努力奋斗 因为我告诉他们 我奋斗只有一个目的 我要通过我的努力 通过我的奋斗 向所有人证明 当初那些看好我的人 他们的眼光是什么 正确的 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奋斗 是因为在背后 有人逼了你 有人看好你 有人给了你支持 但是今天你一定要用你的成绩来怎么样 回报给他们 要证明他们 证明我今天要努力奋斗 为什么 因为我要证明 所有人证明 我妈妈当初做的那个决定是什么 是正确的 当初那些逼我的人 当初那些为我努力的人 他们是正确的 所以人生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有时候每一个人身后 都有无数人为你去付出 都有无数人为你去努力 所以今天你要心怀感恩 感谢他们曾经给你提供的 这一系列的支持 同时更重要的是 你要逼自己去成功 因为只有成功 才是对他们最大的什么 回报 最大的回报 所以事实上各位 在生活当中 真正愿意帮助你的人 我在成长历程当中 我得到很多人的帮助 我发现 真正愿意帮助你的人 不是那些最有能力的人 真正在生活中 愿意帮助你的人 一定是那些最爱你的人 在我在最艰难的时候 在我最痛苦的时候 在我最失忆的时候 我曾经也有过失业的低谷 也很悲惨 在那个时候 愿意借钱给我的 不是那些最有钱的人 而是那个真正怎么样 最爱我的人 他为了支持我 他把他的工资 把他的这个准备结婚的钱 借给我 让我重新创业 让我东山再起 所以的话呢 为什么我要努力 就是因为我知道 当他把这些钱给了我 如果我不做出一点成绩的话 那他 别人就会笑话他 说交了一个怎么样 很差的朋友 眼光不对 所以各位 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一样的 今天我们要学习 我们要奋斗 也是一样的 今天作为企业的一员 在座的都是企业界的精英 其实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努力 今天为什么要企业做起来 其实今天的中国 在社会当中 我们要想实现民族富强 其实这是中华民族 一百多年的努力的结果 说实话我经常说 我们这一代人 是特别特别幸运的一代人 一百七十年前 鸦片战争 打开了国门 让我们第一次意识到 我们跟世界有如此巨大的差距 一百二十多年前 这个百日维新 那一代人开始奋起 开始奋发图强 一百年前武士运动 打开新民族主义革命的大门 让我们推翻了 这个秦王朝 建立了新的社会 六十年前 那一代人 通过他们的努力 建立了新中国 让我们这个民族怎么样 独立富强 三十年前改革开放 那一代人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我们真正的 过上了富裕的生活 那么历史走到了今天 据大家预测 中国今天 现在已经世界怎么样 第二了 那么据预测 我们中国有可能在2035年到2040年左右 我们有可能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在这几十年后 各位 我们这一代人将承担这样一个历史的使命 所以我说我们这一代人是特别幸运的 但压力也是特别 责任也是很重大的 中华民族 150年来 这三百年来 伟大复兴的梦想 有可能就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去怎么样 去实现的 当然 这也是对我们最沉甸甸的一个压力 因为这最后一轮的反超 需要我们企业的努力 一个国家能够富强 最后来自于经济的富强 我们需要有一大批更卓越 更优秀的企业家 更优秀的企业人士 不断地去努力 让我们的经济做得更好 有更多的企业起来 就像日本 日本就是我们在亚洲一个竞争的对手 日本能富强是因为 他们有一批优秀的什么 企业 有一群优秀的企业家 所以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 不是一个军队的竞争 而是企业与企业的竞争 日本人说了 永远不要给韩国人道歉 为什么 因为你即使给韩国人下跪 他也不会买你的产品 日本人也说了 永远不要给中国人道歉 因为即使你不给中国人道歉 他们依然会买我们的产品 所以各位 强者自强 今天这个社会 我们要成功 我们要发展 一定来自于自强不息 我们不要去幻想别人会那个 一定是靠我们的实力 来让我们的民族真正的怎么样 富强起来 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虽然今天社会有很多不满的现象 社会不公平 也好 社会的很多现象 很多事情可能让我们不满意 也让我们受了很大的委屈 但是各位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想想前辈 想想革命的前辈 他们面对的环境更加的艰险 更加的艰难 这些都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人 前夫后继的结果 所以今天我们面对的 虽然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 但是这依然已经是有史以来 怎么样 最好的时代了 所以今天 今天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努力 没有理由不去奋斗 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提升 让我们的企业做得更好 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提升 让我们打造出一批又一批 世界五百强的企业 才能让中国真正的走向富强 所以 我很感恩这个时代 我也很感恩身边所有的人 曾经给我所有帮助的人 因为我知道 当一个人理所当然的事情越多的时候 他所得到的就会怎么样 越少 其实当一个人懂得感恩的时候 其实他才会得到更多的支持和成长 所以的话 其实在 我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给自己 为这个社会做一点点的贡献 其实的话 在去年的时候 我就下定了一个决心 虽然每个人能进的力量不多 但是我也愿意为这个社会做一点点的贡献 所以的话会回馈给这个社会 回馈我们的同学 所以我记得去年的时候 我还专门下了一个决定 我说我把我所有的这些光盘数据 所有的音像制品 所有的这些板税 我已经答应了 全部会捐给慈善机构 全部把它捐出去 也算是自己力所能及的 为社会做一些回馈和贡献 所以享受成长的快乐 感恩拥有的点击 分享拥有的一切 其实今天各位 怀着一个感恩的心 去感谢社会 感谢身边所有的人 那我们会得到快乐 总之各位 未来的路还很长 既然选择了远方 便只顾风雨兼程 总结下来 其实今天跟各位谈干部的成长 其实总结下来 认同是谈出来的 江山是打出来的 文化是秀出来的 事业是干出来的 能力是练出来的 感情是沟通出来的 支持是感恩出来的 人才是用出来的 伟大是熬出来的 干部是逼出来的 很好 谢谢各位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